富孩子和穷孩子 三 经过几个小时不停地追逐和折磨 那群游手好闲的人终于丢开小王子 不再纠缠了 当他还能对那些人发脾气 以皇家身份吓唬他们 并且发布皇家命令 使他们觉得可笑时 他们就拿他去了 可是当疲倦终于使他懒得开口时 那些捉弄他的人就没了兴趣 到别处寻开心去了 这时他环顾四周 但是说不出是什么地方 他只知道他是在伦敦城里 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过了一会 房屋稀疏了 路人也少了 他在小河里洗洗流血的脚 那时的小河流经的地方 如今是法陵顿街 他休息了一会儿 又接着走 不久来到一块大空地 那儿只有零星的房屋 还有一座很大的教堂 他认识这教堂 那里到处是脚手架 还有成群的工人 因为教堂正在进行彻底的修缮 王子立刻有了信心 他觉得苦难这事已经到头了 他对自己说 这是古老的圣方纪教堂 父王把他从僧侣手中所回 改为平儿和弃儿收养院了 并起了个新名字 基督教养院 这里的人一定乐于帮助 这位如此慷慨的施主的儿子 特别是那儿子 自己也和这里所收养的 或者以后将要收养的孩子一样 穷苦无靠 他们更会乐于帮助了 很快他就来到一群男孩中间 他们跑步跳跃 玩球和学跳蛙 或者做别的游戏 正玩得热闹 他们穿的都一样 这样的服装可真够难看的了 男孩们停止了游戏 威拢到王子身边 王子以天然的高贵气派说 好孩子们 去对你们的院长说 威尔士王子爱德华 要和他讲话 话音刚落 响起一片喧闹 一个粗俗的男孩说 哎呀 你是给殿下跑腿的吗 叫花子 王子气得满脸通红 手不禁向腰下摸去 可是那儿什么也没有 又爆发出一阵嘲笑 一个男孩说 乔剑没有 他以为他有把剑 大概他就是王子本人哪 这句俏皮话又引出一阵哄笑 可怜的爱德华骄傲地挺起身说 我就是王子 你们靠我父王的施舍度日 这样对待我 实在太不应该 又一次的哄笑说明他的话 使大家都感到好玩 第一个讲话的男孩 对同伴们嚷道 喂 你们这些猪 奴隶 靠殿下的父王施舍过活的家伙 你们的礼貌上哪去了 全都跪下吧 向殿下的威仪 和他那身王室的破烂衣裳行李吧 在一阵狂笑中 他们一起跪下 向他们的猎物行李 王子一脚踢开最近的男孩 立声说 先吃我一脚 等明天我给你们搭个脚架起来 啊 这可不是玩笑 这超出玩笑的范围了 笑声立即停止了 变成了愤怒 时来的男孩叫起来 把他拉走 拉到喜马池去 到喜马池去 狗在哪儿 黑 上 狮子 上 尖牙 随后的事是英国从未见过的 王位继承者的玉体 被平民的手粗暴的殴打 被狗撕咬着 那天天快黑的时候 王子发觉自己到了城内的房屋密集区 他身上带伤 手在流血 身上的破衣服沾满泥巴 他不停地走着 越来越惶惑 他头昏脑胀 四肢无力 难以支持 他不再向任何人询问 因为他们给他的只是侮辱 他不住地低声自语 垃圾打怨 就是这个名字 只要我能在筋疲力尽 倒下去之前找到他 那就得救了 他家的人会送我回宫 证明我不是他家的人 而是真正的王子 那样我就可以恢复身份了 时不时的 他又想到基督教养约那些 促鲁的男孩对待他的情形 便说 等我当了国王 他们将不仅有面包和住所 还要读书 因为精神与心灵饥饿时 保着的肚子是没什么用的 我要随时牢记这一点 不忘记今天的教训 以免我的百姓应之受苦 因为学习会净化心灵 培养温文与仁慈 渐渐有灯光闪烁 又下起雨 刮起风来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开始了 无家可贵的王子 孤苦伶仃的英国王位继承人还在走着 越来越深入那些迷宫式的肮脏小巷 那里穷苦人家像蜂窝似的挤在一起 突然一个高大的罪汉一把抓住他说 又是一出去就晃到晚上这个时候 我敢说你连一个童子也没拿回来 要是这样 我不把你这身受骨头全打断 就不算是约翰坎地了 王子正开身子 下意识地拍了拍被亵渎的肩膀 迫切地说 哦 你就是他父亲 真的 上帝保佑 那么去把他带回来 送我回去吧 他的父亲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可我知道我是你的父亲 待会儿你就啊 别开玩笑 别胡扯 别耽搁 我累了 受了伤 再也受不了了 送我去父王那儿 他会让你富贵 你做梦都想不到的 相信我 啊 相信我 我绝不撒谎 全是真的 救救我吧 我真是威尔士王子 那人低头望着这孩子 呆住了 然后他摇摇头 孤农道 疯到家了 和疯人院里的人一样 接着他又抓住他 骂了一句 又粗声笑道 不管你疯不疯 我和你坎地奶奶 很快就会找到你这身骨头 哪儿最软 不然算不了男子汉 说完他拖着气得发疯 死命挣扎的王子前行 进了一座大院 后面跟着一群 哄笑取恶的闲人 我跟你说 咎咎咎咎咎咎咎骑